我卖掉北京500万的房产在老家生活的这两年 相信很多人都曾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把北上广深的房产卖了 拿着数百万巨款 再去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农村买个房子 做一个世外之人 潇洒悠然地度过余生 然而 绝大数人对此只是想想 并不敢真正付诸于行动 但我是个例外 因为我是个有魄力的人 01大学毕业后 我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多年 并有幸拿到了北京的户口 2005年 看到有朋友开始买房 于是我也鬼使神差地 在北京西南三环买了一套商品房 当时房价是4000多亿平米 我买了一套116平米的三居 房价高达40多万 这在当时对我来说 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 因为我的工资也不过4000元 但我说过 我是个有魄力的人 拿着家里的资助和自己多年攒下的几万块钱 首付了15万 贷款25万 10年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买下来了 10年后的2016年初 我以495万的价格把房子卖了 于是 5年后 我还清了房贷 至于卖房的原因 一是当时工作上的不如意 二是家里年迈的老人身体不好 需要照顾 三是老家亲戚朋友的各种劝说 而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判断 北京房价已到顶 随时可能跌 于是我以惊人的魄力把他卖了 同时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 手握500万巨款 像打完胜仗的将军一样凯旋 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 一个18县农村 于是 花了30多万 迅速把自家的破房推倒 种盖了一个三层小洋楼 给父母住 自己又花了40多万 在市中心里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大三居 加上装修 买车 以及借给亲戚朋友 父母兄弟姐妹的赞助费 手里还剩个300来万 分别存了定期 余额保 还买了理财和保险 作收利息 就这样 我梦想中的赛神仙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零二帮老人治好病 参加各种朋友聚会 各种胡吃海塞 还去视察了一下别的国家 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时间一晃 一年过去了 这半年真的很快乐 毫无压力 2016年底的时候 我卖出的房子已经涨到了870万 涨了近400万 伴随着心态的改变 我也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多了几分厌倦 这开始让我有了些许的不爽 北京的朋友圈逐渐消失了 身边的朋友虽然多了 但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 我似乎融入不了这种天天打麻将 说话跟吵架一样 一下雨就满脚泥泞 一进村充满各种肥料气息的生活 不对啊 这 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神仙生活 去镇上最大的超市买点东西 发现无论什么都比北京贵 一瓶2L的大可乐 一般都在8到9块钱 而北京我记得也就5块多一瓶 贵的时候不过6块钱 然而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 贵也就算了 但买到的东西一不留神 就是山寨货 比如乌塘 漂柔洗发水 美地电风扇 还有旺好牛奶 想去上班 才发现这里根本找不到 适合我的企业 甚至这里根本就没有 互联网行业 03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一份 跟互联网沾边的工作 进了公司做了几天才知道 竟然让我做网管 我一个高级架构工程师 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就算了 还要做网管 还要修电脑 我们这里市区最繁华的地方 也就相当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甚至还不如 想约朋友去咖啡厅做做 抱歉 没有 想去吃个海底捞 绿茶 虾补虾补 没有 就连想去吃一次垃圾食品 肯德基和麦当劳 这个倒是有 只不过名字是二合一的麦肯基 你可以想象 一个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外地人 回到自己的家乡后 各种不适应的囧态吗 就这样混混顿顿的 虽然身揣300万巨款 虽然利息都足够我们一家人的疯狂花销 然而 我却觉得自己废了 我看不到未来 我的未来也许就是这样 拿着钱 等死 一个人的精神垮了 万事都变得不顺 老人的病情再一次加重 治疗 抢救先后花了几十万 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后世之后 我再一次以我的魄力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杀回北京 04北京这个城市 让无数人痛病快乐着 三分之一的工资交给了房东 紧张地工作压的人透不过气 从地铁上小跑着的人群 可以感受到这里生活节奏的快速 但是 说起在北京工作 相信大多数人的心里还是带着几份自豪的 这里有着全国最高的工资 有招数不清的工作机会 有着最好的商业 医疗 教育资源 有着我的那一群狐朋狗友 再次回到北京 回到了我之前住过的小区 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 一切虽然都是那么熟悉 但我的家已经不属于我 我再也回不去了 这时 与我当初相同户型的房价已经是900多万了 我要感谢317新政 感谢限购政策 要不是317 现在房价一定过千万 然而这900万 相对于我兜里的300万来说 仍然是遥不可及 由于之前在北京有过贷款记录 现在我在购房只能算12套 首付要60% 对 是540万 还差200多万的缺口 我实在不想租房 而且有了之前的经历 我已认定 我的后半生一定会在北京度过 05于是我七拼八凑到了350万 付了首付 在同小区又买了一套近600万的小两居 70多平米 三个月后 我终于搬进了新家 虽然比之前小了些 但是我觉得很踏实 也很满足 很幸运 我两年前离开的那家公司 经同事推荐 又一次收留了我 我的工作回来了 我的朋友圈回来了 我的生活也回来了 我的瞎补瞎补 我的绿茶 我的麦当劳肯德基 我终于又恢复了两年前的生活 现在就连老板冲我发脾气 臭骂我时的样子 我都觉得是那么的帅 如今我的最大梦想就是 努力工作 争取在我退休之前 把房子换回同小区 116平米的三居 二 我为什么建议你留在一线城市 01一线城市有三样宝 创业 投资 路眼 靠能力翻身的人大有人在 三四城市也有三样宝 医生 教师 公务员 这就是这个城市最体面的职业 一线城市更加开放 机会很多 有能力的也很多 所以大家互相制衡 所以彼此只能遵守规则 二三线城市更加封闭 都是拼跌和前规则 更讲究人情事故 一个地方规则越不透明 前规则生存空间就越大 关系比能力重要 算计大于努力 安比高于生活 其实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安逸的生活 一线城市的人累在节奏 三四线城市的人累在做人 或许人生只有两条路 要么你拼命地去创造价值 要么你安静地等待老去 但是只有努力的人 才有资格享有公平 02从表象上看 一线城市 高楼林立 灯红酒绿 人群吸壤 发展的平台大 资源多 但是繁华背后 也隐藏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可能今天登上巅峰光彩照人 明天就可能跌落神坛 失去一切 无情地被淘汰 四线城市 悠闲缓慢 不喧嚣 人少 虽然工资不高 却也没有高房价 高物价的压力 没有装修豪华的大商场 但一两个小商场 也足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没见过豪车奢侈品 即便真拿出 Coach Prada上街 都没有多少人认得 成天打开电视 地方台播报的永远都是 XX小区的王大妈说 小区的下水管道堵了 好酒屋也都不管 于是找到了电视台帮忙之类的 大家日子都平平淡淡 安安稳稳 毕竟实在没有什么大新闻可报 从前 我天真的以为 这应该就是所有的区别了吧 可在北京生活两年之后 我才发现 一线和四线 差得最重要的不是物质 而是是格局和眼界 生活在四线城市 最可怕的是 凭关系人员和父辈资源 常常可以轻松夺走 普通人想靠努力得到的 大部分东西 人们如果看到 谁做到很厉害的职位 或者有什么特别待遇 第一个反应 不是去夸赞这个人很有能力 而是去八卦 一定是家里是有人 后台可真硬 我不是说大城市没有这样的情况 也有 但是没有那么夸张 毕竟人生而不平等 努力不如拼爹 干什么事都要找关系 只是起码一线城市能让人看到 如果努力 终有一天我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毕竟相比之下 大城市更看重的是个人能力 也会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看到优秀的人会见闲思奇 思考我和优秀的人之间到底差在了哪里 我要如何才能够获得提升 而不是用背后有人这种揣测来麻痹自己 为自己放弃努力找借口 我爸爸一辈子都在家乡生活 靠自己的双手挣辛苦钱 在他眼中 公务员就是最体面 最好的职业 他很希望我听他话就在这座小城 当个公务员 清闲又安稳地过一辈子 即便是现在 每天也是三句话不离公务员 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我爸的想法挺好的 对公务员并不抵触 但是自从来了北京 看到了更多的精彩 开始思考自我价值以后 才觉得之前的自己眼界太过于狭窄了 人好不容易活一辈子 怎么能年纪轻轻就想着过清闲舒服的日子呢 不管成功失败也应该为自己的未来拼一下啊 想要的一切就应该用力去争取啊 所以如今一谈到公务员的事 我和我爸就没办法继续聊下去 我和他吵了很多次 但是我俩都没办法改变彼此 他还找了很多长辈来说服我 希望我有一天能幡然醒悟 开始我傻 总是会正面反抗 现如今我渐渐明白 其实他之所以会那样 是因为成为公务员 就是他看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啊 他没有见过更精彩的工作 他不明白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即便很累却也是很甜的感觉 一线和四线城市 各有各的好与坏 这样一想我便释然了 没有什么对与错 优与劣 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待的地方 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不可能一点留恋都没有 毕竟这里有我爱的亲人朋友 可真正让我获得知识 思维成长的地方对于我来说 有着非凡的吸引力 这种奇妙的感觉 就像是约翰福音中的那句话 Whereas I was blind Now I see 从前我是瞎的 如今我看得见 03海明威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足够幸运 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过 那么此后无论你到哪里 巴黎都将一直跟着你 你年轻时候去过的地方 居住过的城市 它们都深深地影响着你 巴黎也好 纽约也好 北京也好 又或者是大理 桂林和我们居住的三线小城 因为每个城市都有它与生俱来的气质 并且这样的气质将在你年轻的时候 巧无声息地浸润你 影响你 改变你 如果你问我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来说 什么最重要 那么一定是眼界 如何才能有更宽广的眼界 我想关于到底大城市好 还是小城市好 那个永恒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如果有机会的话 千万不要贪恋安逸和温暖 你要在年轻的时候 住在一个大城市 它给你多样化的价值观 它告诉你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活法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去过一百个以上的国家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有一个答案令我印象深刻 懂得了这世界上 没有所谓天然正确和绝对政治正确 能够接受别人有不同的三观 以及其衍生出来的思考方式 在这个充满偏见 不理解 甚至一见不同便恶言相向的时代 能够接受别人有不同的三观 不同的活法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它直接决定了你的气度 你的待人接物 你的胸怀暴富 然后 你就不必去理会三线城市 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三十家的姑娘 有事业 有爱情 多姿多彩地生活着 环抱怨时间不够用 还有太多精彩 没来得及去体验的大有人在 他们骄傲地活在商业社会 以及他们想要的爱情里 和世俗想象的 大龄圣女的惨淡现状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 然后你也不必去理会小学同学对你说 那个小城市里的机关里是多么的其乐融融 他们下午三点还组织一起打羽毛球呢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在大城市努力工作的爽感 那些你的计划书被采纳 那些你做出来的产品居然有几千万用户 那些辛苦工作犒劳自己买买买的时刻 他们不懂 你只有早早看见过最好 享受过最好 体验过最好以后 你才有资格说我选择在大城市生活 还是选择在一个宁静的小城市里生活 你只有见过一切 你才有资格选择 如果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去过最美的地方 看过最美的风景 看到过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壮丽而辽阔 看到过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如此不同 那么你会安然接受生活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苦难 因为如果欢乐必不可少 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够坦然接受暂时的挫折和困难 你心里会明白 你见过这个世界上的好 你见过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你知道你值得一切更好的东西 所以你会更加笃定 更加心无旁骛地努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